一點現金 老闆也是要排嗎 也先排隊 大批民眾排隊 就是為了買這個雙煮菜便當 搶便宜交50元同板價就能買到 打開便當有滷排骨炸花枝排 還有蔥蛋高麗菜等四樣配菜 就是這麼超值 180個便當短短9分鐘就完售 但老闆可是賣得很心痛 因為這原本應該要賣120元的便當 賠本賣全是因為碰上詐騙 他是先跟我姐姐他們先接一下 電台電話聯絡 然後後面他們又突然時間到了 就沒有 就棄單就對了 就已讀不回 他一顆是120 120 雙煮菜 總共180個 180個就兩萬一千多百 老闆好無奈 因為對方自稱是軍方人員 向店家下訂連續三天的五晚餐便當 還在出餐前打電話 要求幫忙買軍方物資 還提供採購商資訊 請店家先店訂金 但店家覺得金額過於龐大 沒有帶電 沒想到店家準備出餐打電話向對方確認時 自稱軍方的男子卻已讀不回惡意氣單 店家得知遭詐騙後也在臉書社團上PO文 希望大家幫忙買便當 索性網友得知後紛紛前往購買 短短9分鐘就賣完180個便當 因為店家先前也有跟軍中單位接洽過 沒想到這一次卻遇上詐騙 辛苦做好的便當也只能低價賣出 對店家來說都是不小的損失 3D新聞黃正傑黃國磊一蘭